语人购APP是一个全方位搜集热门文章的好帮手 它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吸收到最广的讯息 而本周又有哪些不能错过的呢 第十名 不用洗发精的温水洗头发 以三十六度至三十八度的温水仔细清洗头皮 不靠化学物就能洗进皮脂毛孔 第九名 不再脱妆的秘诀 首先找对洗脸方式改善肌肤 注重妆前保湿更吃妆 睡前洗脸去除油脂让保养更到位 第八名 微熏Beer Float 在乘着冰淇淋的杯中倒入个人喜好的啤酒 加上水果串饰 作为犒赏自己的消暑甜品 第七名 养成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习惯 积极摄取热食让内脏温暖 多吃辛辣食物增快代谢 晚上十点后不进食 睡足七小时 第六名 Natalie Bowman 给哈佛毕业生的三个中顾 不自信和缺少经验 其实是助力 诚实面对自我想法 并停止满足世俗眼光 第五名 用纸本阅读书写的惊人好处 阅读文字比在荧幕上看更有助集中力 手写记录也能帮助对概念的理解能力和记忆力 第四名 全球早起热潮 成功人士比一般人早起三至四个小时 更能善用无人的宁静时刻 完成计划任务 第三名 增加自信最简单的方式 先用肢体语言 让自己表现得从容自在 头脑自然发出弄假成真的真实自信 第二名 城市里的部落生活 台中树核院 打造生产者与消费者交互的空间 开创城市与乡村的新形态生活方式 第一名 绝望的90后如何改变世界 舍弃东方的传统美德及保守 并用西方的科学态度 坦荡荡的独立思考率性表达 即便 深 夸 坦荡